警方在西門町商圈 對賣榴槤的攤販進行盤查 確信老闆謊報身份 立即被識破 追查之下發現 這名榴槤老闆 竟然背負了六條通緝罪 原來過去 他曾經是拔金公司的負責人 男子面對遠景盤查 自信的亂報身份 但下一秒就立刻被拆穿 原警持續追問才知道 原來男子謊報身份 是受到老闆指示 就是為了避免亂擺攤被開罰 人家這裡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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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就這樣搞大 瞬間一查警方驚呼 原來眼前的這位男子 可是一口氣背了六條通緝 男子原本是八家公司的負責人 因為他未遭發票 虛偵營收遭到逮捕判刑 終年失業淪落到 他只能在路邊擺攤賣水果 勉強住日 事情發生在台北市溫華區 26號晚上6點多 62歲的謝姓男子有詐欺 稅捐金針法 商業 會計法等六條通緝在身 其中還有兩岸已經被判刑 夾一夾要被關 八年六個月的徒刑 偏時都在桃園出沒 這次為了賺錢第一次來到西門町擺攤 沒想到就被逮 謝姓男子起初謊報他人身份 企圖蒙混過關 違比對相關資料均屬有誤 經警方抽絲剝繭 並突破新房後 得知謝姓男原來生悲詐欺 稅捐積針法 商業會計法等六條通緝 原本光鮮亮麗的大老闆 中年失業夾到中落 現在罪名再加一條實在令人 不慎唏 記者姚耀婷 侯宇翔 台北報導